在哈尔滨市双城区西秦乡爱强村有一间特殊的超市 超市内摆放有调料 洗衣粉 洗涤剂等日常生活用品 而让人奇怪的是 在这个超市里购买物品并不需要现金 只需拿生活垃圾就可在超市兑换物品 据记者了解 这间超市只在每周日上午开放 村民可以利用生活中产生的矿泉水瓶 纸壳 塑料袋 包装袋等生活垃圾 来超市内进行兑换 垃圾按分量定价 然后用登记的小票去超市换购所需的用品 超市负责人告诉记者 超市的经营成本是由村干部 乡政府 以及爱新企业共同承担 垃圾变卖所得也用于超市经营 垃圾收购价格也要比市场价稍高一些 不但带动了村民检实白色垃圾的积极性 而且村民都把自家可回收垃圾留到周日兑换商品 为环保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我们成立这个超市的大背景是农村人民环境整治 我们在开展集中间整治的过程 就想研究一个长测管理机制 盐 洗衣粉 血液都加非常适用的 而且通过这个方面就是把外星的积极性主持的教育权 而且通过进的实力营 感觉非常好 现在村里面一是自家有垃圾 所以收了这么快就收起来 通过爱强村美镜垃圾兑换超市的成立 原来没人要的白色垃圾 现在都可以到超市登记并兑换一些日用品 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白色污染 还能使村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听说咱们爱强村在搞垃圾分类回收这个事情的时候 都觉得特别好 因为这是对环境的一个保护 也是对咱们爱强村村民一个生活环境的一个改善 觉得是一件好事 我们企业也就是说尽一点微波之力 正好咱们有这样的一些生活用品就提供过来 让咱们老百姓得到一些社会 好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